有是單任總召的職位 那在單任總召就是要去分配跟 還有去規劃怎麼規劃這個活動 然後也要去跟組長們說他們的問題點 然後也跟他們說要去怎麼去做運用 那在單任總召過這段時間 就是要去把跟同學們收集到的資金 去好好做運用 像是要怎麼去做採買啊 然後去買一些物品 然後在活動當天遇到一些小小的狀況 像是可能廠商來之後 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邊 那時候就是剛好有組長們的反應 然後剛好有老師跟我們提點 所以讓我可以在第一時間 跟組長跟同學們說要該怎麼去做 那在這過程中滿謝謝老師跟各組組長 還有組員們可以讓我們可以一起去完成這個活動 要辦一個活動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再者就是辦一場活動 它的費用是非常龐大 這是希望讓學生可以去體會到說 有學生會說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繳這個 無謂活動基金 任何一個活動它都是需要費用的 除非你找很多的贊助跟support 未來如果你自己真正要做創業這一塊 要辦活動的時候必須要面面俱到 就是你可能上台一分鐘 可是我們台下可能必須要準備 可能要三五天 甚至我們前置最會可能拉到半年 其實我們日昨天是原本就是想要做一個市集 那這是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實行的部分 然後其實對於市集方面我們沒有很大的經驗 然後透過其實優可老師的幫助 然後還有學生他們提出來的案子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我覺得這個市集是一個 我覺得很好出發點 那未來可以做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次的經驗 然後去再加強我們的 可能社區的活動 然後可能是 因為我們那個願力 其實不是只是我們的日昨市集而已 而是那個社區整個社區活動 那我想要推廣是一個社區活動